第1个的话 我们要画这个图形 第1个就是说 我们先画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的话 我们是画多少 70 70 它一个正方形 所以先点左下角 再往右上角拉之后的话 决定它的下一点的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等于是00的位置 那下一点的话 我们高跟宽都要70 对不对 所以你就给它一个指令 在这边就给它一个指令 指令是x 相对的位置 在哪里呢 70 斗点 70 有没有 这个是 70 70 指的是什么呢 我相对于第一点 它的方向 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 都是70 70 这个x 轴跟y 轴应该有概念 这个x 这个是y 也就是说 我先往右 70 往上 70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这个 矩形 一个正方形 Enter 之后的话 那就可以 好 这边按Enter 直接在这个动态上面输入 Enter 之后这个矩形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今天假如说好的矩形 我如果起点在这里 我要往呢 反方向可不可以呢 比如说我今天往 左下角的话 那你Enter 的时候呢 这个小老鼠就必须Enter 如果今天是Enter 那因为我是往下 往 左的话 往左是负的 所以你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 一定要负 70 因为我要往这个方向 先x 是横向的话 往左就是负的 斗点 再来负 70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 Enter 直接在这里输入好了 把动态先关掉好了 直接在这里 小老鼠负 70 斗点负 70 Enter 这样也可以 就看你的起点在哪里 相对于下一点的位置 所以你要有概念嘛 如果今天呢 我的起点在这里的话 那这也是00嘛 对不对 那相对于这一点的话 就是70 70 所以要加一个小老鼠 相对于 70 70 正值 那如果说今天我倒过来 我要反方向00在这里的话 那这一点的话 当然就是负的 所以是负 70 斗点负 70 因为它是相对的 所以这前面加一个小老鼠 Enter 大概说明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做出这个之后呢 那你会发现它这个矩形 它是一个所谓的聚合线 点下去 那什么叫聚合线呢 所谓聚合线的道理很简单 就是说连续的线段 它之间没有分开来 这个是一个连续的线段 那连续线段呢 如果我今天要做偏移的话 因为我今天假设说 我今天要往里面偏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假设我用偏移 偏移有没有 那偏移的距离 如果我今天要偏移往里面 就是70除以4好了 比如说70除以4 Enter 然后呢 往这个方向偏移过来 那你会发现呢 我今天一偏移变成怎么样 四个一起偏移 可是我今天如果说我只希望线段 某个线段 比如说我今天只希望这条线偏过来的话 那这样子就不能这样做 变成说我要怎么做呢 把这个聚合线怎么样呢 把它分解掉 分解 那以前的版本叫炸开 那这个后面的版本在08之后呢 都叫做分解 那所谓分解就是说 它原来是一个连续的聚合线 把它按一下 选举之后呢 再按分解之后 它就变成独立的线段 有没有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也就是说本来它是一个物件的 现在变成几个物件呢 变成四个物件 就是分解 那分解之后 我如果今天我这条线 因为我现在是希望做出里面 里面的线的话 那我就可以用偏移 那偏移的距离就是七十 因为它有四等分 所以除以四 Enter 七十除以四 就把这一条线往里面 往里面 往里面 有没有就有了 那这条线往里面的话呢 也是一样 偏移 然后也是七十除以四 因为一样按Enter就好了 那物件的话就这个 往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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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那我就做出一个格子来了 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你也可以再往里面偏移 就是七十除以十二 那全部画完之后 这样修解 慢慢修慢慢修 可是你会发现 往里修到 这个可能要修很久 为什么 因为你像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今天用偏移的方式 再一次 比如说我用比较笨的方法 偏移七十除以 因为里面还有三等份 所以在乘上 四乘以三就是十二 就是七十除以十二 Enter 往里面偏移 往里面偏移 那当然你又继续偏移 偏移 再来减减减 也可以 可是这样不是好 不是聪明的办法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先做一个再环形正列 再环形正列 两次就好了 怎么做呢 我们先做两个 然后这里 这个再把它偏移过来 偏移过来 偏移过来之后的话 那我们 其实做一个就好了 复原 Ctrl Z 好了以后的话 接下来我就用修剪 修剪 修剪之后按一个空白键 把这边 这个线段删掉 这个也删掉 那这个是独立线段 所以 只能用选取它 选它 选它 按底历程 我就留下它就好了 为什么 留下它之后呢 我就可以用环形正列 中心点以它为中心点 转一个之后 这个 先把这两个线段选好 用虚线把这两个选 环形正列 选两个物件 这两条线 四个嘛 因为 1 2 3 4 那360度按确定 中心点要在 这边中心点要现在选 中心点选它 然后四个按 然后物件的话选起来 1 2 按空白件 这边有两个才正确 环形正列按确定 这样就好了 好了以后的话呢 再来 这个里面的部分呢 还要再做一个环形正列就好了 那 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选取的方式 一定要用什么呢 失线的 你不能用虚线 如果虚线你会选到 不应该选的 有没有 包含其他的线段 都会选到 那要选我今天要选的是 只有里面这八条线 有没有 这八条线我还要再做一个环形正列 所以选取的方式一定要实现 实现的话从 左上到右下 实现选 选 放开 有没有 就只有选到里面该选的线段 选好之后按什么 环形正列 环形正列 正列里面环形正列 中心点在哪里呢 中心点在这里 这个点 然后也是四个 按确定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做出了 做出来之后 你可以再做一个标注 用线性 因为70 从这一个端点到这个端点 70 那这样的话 这个图形就做出来了 那刚刚的重点 再跟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 先用矩形 然后在这边点一下 第二点的话 就是小老鼠70 70 就到这里 第二个就是用分解 因为它做出来 一定是一个区和线 分解之后呢 再把这个线段往上 偏移多少呢 70除以4 因为是等份嘛 然后一条线 两条线 三条线 那这边也是一样 直接偏移 偏移 偏移 偏移完之后的话 再做一次 偏移这一条线 跟这一条线 那留下这两条线段就好了 最后呢 再环形正列 最后呢 记得用十线的选取 再做一个环形正列 那这一题的话就做出来了 好吧 画面呢 先画给各位